我們學什麼功夫是師傅安排 我們練到什麼程度 小念頭做好了 基本功做好了 他教你尋求 尋求基本做好了 他教你標誌 但你又不可以問 為何你說你名德 你學什麼 一句說話我們就收口 以前我們的師傅 比較尊重 尊師重道 我們有什麼都不敢立戀問師傅 跟現在的年代不同 說師傅你再禁止我 我不學了 我就走了 所以現在的年代 跟以前真的不一樣 以前我們學功夫 師傅教到哪裡 我們學到哪裡 就等師傅安排 但現在的社會不同 那些同學 因為香港教學的環境 地方小 他們看了那麼多東西 上來學的學生 今天學小念頭 明天學尋求 他看了師傅打妝 他眼尾閃閃閃閃 我又打了 但在今日的香港社會 你說做師傅有很大的隱憂 就說因為地方貴 如果沒有足夠的學生支持 而武館的經費 武館的經費不可以維持 所以在香港教武術 的滯走實在太多